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子走中国 现在我来到了广州南站 现在是下午的4点30分 这个视频我将为大家分享广州南站的现状 广州南站是中国贺应量最大最繁忙的火车站 客流量非常大 很多旅客都是拍车或者是打第一次来广州南站的 广州南站是中国铁路广州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特等站 广州南站连接京广高速铁路 广深港高速铁路贵港高速铁路 南广铁路广州城轨越西沿海铁路 是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铁路核心车站 是广州铁路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边是近站好了 近站的旅客络络不结 客流量非常的大 人山人海 进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看一下广州南站的后车室 建设的很大气 这个人流量太大 广州南站是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 广州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 南下广州打工的人群特别多 外来人口特别多 广州是我国的一线城市 大学也特别多 广州南站是2004年12月动工建设的 在2010年1月30日投入使用 截止到2019年 广州南站总建筑面积 61.5万平方米 站房总面积48.6万平方米 总投资130个亿 带大家去看一下 出站口的一个河流情况 电梯上全是人的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广州南站停号列车数量也是居全国之首 中展换成的旅客也是最多的 我们去出站口看一下出站口的情况 前面是广州南站的站前广场被围起来了不准进 看到没有广州南站的站前广场 修好了为什么不准进 中间还有一个雕像 广场上只有保安跟保洁员 这是修好的广场怎么不准进 广州南站也够奇葩的 广场上都没垃圾啊少什么垃圾都不能进 这边是广州南站的东广场啊 东广场跟西广场是相通的 货流量非常的大 到处都是人了 这边是服务中心 会改签退票 广州南站跟地铁是直接接拨的 非常的方便 下面就可以坐地铁 下面也可以进站的 非常感谢 穆德基也坐满了旅客 很多旅客都没有地方坐 只能随地而坐 只能随地而坐 サンジン 沉德基也坐满了旅客 很多旅客都没有地方坐 只能随地而坐 很多旅客都没有地方坐 不过也没办法了 广州南站的贺流量太大了 这边应该是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吧 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穷人家的小孩玩不起的 这个费用特别高 至少要一万多块 现在还没有火车到站了 所以出站后并没有什么贺流 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列车到站的信息 还有很多接站的拉客的 人头缠冻啊 对面就是广州南站的西广场 我到过全国很多的高铁站 一般高铁站附近都是高楼大厦摩天大楼 广州南站有一个特点 附近都是重中村 广州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是蛮强大的 这就跟春意时期差不多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西广场的一个情况 广州南站 广州南站为什么贺流量这么大 因为广州南站是珠三角的交通枢纽 珠三角又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 长三角地区毕竟还有杭州东站和南京南站 可以分流一部分客流 真的是走到哪里都是人啊 西广场还没建设好 周边啥都没有 这边是广州南站枢纽公交站 行吧 这里就是广州南站的现状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